大家好,主播慷慨有余,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随着台积电第二季度财报的公布,其股价表现与业绩预期将呈现需求分化加技术溢价的双重驱动逻辑。 大摩给出1,288元新台币目标价,已含17.6%的上行空间,并维持买入平等。 大摩认为,台积电2025年收入增长存在三档情景,若三季度收入环比增5%同比超30%,全年收入增速有望突破30%。 若环比增0%至3%同比约20%,则全年增速弱至20%区间。 最悲观情景下,环比降1%至3%,全年增速将维持在20%左右。 这一弹性空间凸显半导体行业的需求结构性分化,AI伺服器晶片需求持续火爆,而智慧型手机与PC端消费仍显疲软。 值得注意的是,台积电先进制程产能利用率在2025年下半年未先下滑,会达GB200系列晶片的持续扩产,成为关键支撑。 大摩预测三季度毛利率将维持53%至58%的高位区间,即便在悲观情景下仍能守住53%红线。 这一判断基于两大支撑。 其一,台积电对大客户采取技术溢价加产能绑定策略,三奈米制程报价较5奈米,提升20%至25%。 其二,CoreOS先进封装产能利用率超95%,单位成本持续贪薄。 更值得关注的是,研报暗示2026年晶圆价格存在上调可能。 若届时,AI需求维持当前强度,台积电有望通过价格策略进一步巩固避润壁。 研报揭示台积电业绩的上行风险击中于三点。 首先,AI晶片需求超预期,当前H100、H200晶片代工订单已排至2026年。 其次,英特尔CPU外包业务在2025年至2027年加速放量,预计贡献5%至8%。 收入增量。 并外,加密货币市场回暖带动ASIC晶片投片量回升。 而下行风险则包括消费电子库存调整持续至2025年底。 3奈米以下制程,客户拓展不及预期。 美国欧洲工厂营运成本超值。 大摩特别强调,台积电在先进制程领域的技术代差构成核心护城河,如对手三星2奈米粮率最少低20个百分点。 大摩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7月下旬的台积电法说会的三大讯号。 第一,全年收入指引是否上修至30%区间。 第二,对2026年晶圆价格策略的明确表述。 第三,AI需求持续性即非AI应用复苏节奏的量化判断。 若这三大变量均朝积极方向演绎,台积电估值有望突破25倍动态市盈率,反之则需警惕15倍市盈率的下行风险。 在贸易保护主义升温背景下, 研报特别提示关注美国6%进口关税对台积美系客户成本的影响,但强调其技术不可替代性将弱化关税冲击。 由此可见,大摩的研报折射出台积电的特殊定位既是半导体周期的风向标,又是AI革命的底层受益者。 当传统消费电子需求疲软与前沿技术需求爆发形成对冲,台积电的业绩弹性恰恰成为检验技术一家能否穿越周期的最佳样本。 对于投资者而言,把握法说会的关键指引,或将成为2025年下半年半导体投资的核心胜负手。 然而,马不停蹄的台积电也是伴随着各种烦恼。 台积电先进封装厂,进驻加以客序园区。 5月底,AP7厂房发生公安意外,停工一个多月,7月初复工后,7月中旬同厂房再传意外,重达约300公斤积电,用冰水管从高空掉落,达到地面一名工人,被送至嘉义长庚医院救治,头部外伤且有脑出血现象。 据了解,台积电嘉义厂,2025年意外连连,曾有一名工人蹲坐在路旁,结果惨被堆高机碾过,小腿粉碎性骨折,还有外墙包伤工人从四楼高音架坠落,送依旧回,却半身不随,以及一名吊车吊挂指挥手遭两公吨重的铁压器倾倒杂重,伤重不治。 而7月中旬这次则是,受季日丹纳斯台风影响,工区发生鹰架倒塌情形,灾后建造商全力赶工,不料再次发生意外,一支机垫用冰水管在安装时,疑似施作过程不甚为固定。 重达约300公斤的冰水管,直接从高空掉落,砸到地面上一名工人,随后,工人已被紧急送至医院。 被冰水管砸中的工人当时伤势严重,主要受伤部位是头部,有明显头部外伤,以及脑出血症状,送医时血压比较低,疑似意识不太清楚,其他肢体无明显外伤。 因脑出血病情变化较快,必须在医院急诊时观察,后续进一步检查。 台湾厂区热火朝天建设之际,半导体供应链传出海外厂区也有新进展。 此前,有传闻显示,台积电的日本雄本二厂建厂时程延后,除了交通因素考量,最大原因是主要客户的市场需求下滑,今年内即使动工兴建,恐怕建厂与量产时程也会依客户需求而定。 台积电日本雄本厂是日本重振半导体业地关键指标,合资厂商包括Sony、丰田汽车、Toyota旗下的零组建大厂Denso。 雄本一厂去年底量产,采22奈米、28奈米及12奈米、16奈米制程,最大月产能为5.5万片。 台积电董事长、纪总裁魏哲嘉日前则指出,雄本二厂因当地交通阻塞需待解决,以致动工失程延后,半导体供应链传出,除了交通问题之外,台积电雄本厂为成熟制程。 主要供应消费性产品的影像感测器,车用晶片,目前消费性与车用试矿接较疲软,影像感测器尤其受到竞争冲击,更加影响需求下滑,这也是雄本二厂建厂延后的主因之一。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,台积电雄本二厂的动工时间原本是今年第一季,后来改为今年内,不过开始生产时间仍规划为2027年,并预计采6奈米制程,此为日本最先进的制程。 半导体供应链厂商认为,台积电建制产能是以市场与客户需求为考量,今年内即使动工兴建,但恐怕建厂进度与量产时程也会依客户需求而定。 虽然日前海外媒体报道,台积电加速美国厂的建厂步调,延后日本建厂时程,但7月下旬,半导体供应链突然传出动工讯息。 据了解,台积电的日本雄本二厂在日本政府期待下近期开始动了,已从员工停车场开始动工开挖,预计建厂工程也会在下半年接续展开。 这与台积电日本子公司社长小野四成6月公开表示相呼应,当时启称,日本雄本二厂将在今年下半年动工。 他并表示,2024年,台积电在日本市场的营收超过40亿美元,折合约5800亿日元,占台积电整体营收比重约4%,晶圆出货量以12多换算超过149万片,占整体比重约一成左右。 由此可见,对于台积电,日本还是非常重视的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